杨茜茜 杨茜茜 杨茜茜茜 有时病人我跟他说 你的黄斑点 已经很大反应 其实每一个人都有黄斑点 差在你的黄斑点是正常 还是有病变 究竟什么是黄斑点呢? 我们要看我们眼睛的结构 其实眼睛的结构很简单 好像一部相机那样 不是新式的数码相机 是旧式的菲林相机 其实平常光线和影像 就通过前面这个晶体 即是好像相机的镜头 传送上去视望膜 你当是相机的菲林 这里有很多感光细胞 再经过后面的神经线 传送到脑道 看东西才清晰 相信这个晶体或者镜头 就很多人都听过了 如果白内障 就即是说这个晶体 由全透明变运熟 但是黄斑点就没什么人听过 黄斑点在哪里呢? 不是相机的镜头 而是相机的菲林 在视网膜的正中央 我们直接改个名字 叫黄斑点 刚才说过 视网膜好像相机菲林 全部都是感光细胞 而中央这一点 为何那么特别改个名字 因为我们大部分的感光细胞 都在集中这个点 所以我们改个名字 叫黄斑点 是每个人都有的 正常的黄斑点有什么功用呢? 我们是用来看最小 最鲜色 最中央的视力 都是靠这个黄斑点 所以可以想象到 如果黄斑有病变的话 其实会很影响我们的视力 黄斑点 其实我们医生 平时用显微镜体是怎么样的? 这个是神经线 血管 正常的黄斑点 就是这样暗的一点才是正常的 黄斑病变 其实有很多不同的种类 但不同的种类 我们说表面的病征 可能差不多 病人不懂得区分是哪一种黄斑病变 因为不同的黄斑病变 我们说有不同的治疗方法 所以要给医生去检查 看看是哪一种黄斑病变 再对症下药 看看如何帮你处理 我说不同的黄斑病 都是表征差不多 表征是怎样呢? 通常我们就会用一些格仔纸 英文叫Amsler Grid Chart 一个阿姆斯拉的格仔纸 如何检查呢? 其实病人都可以自己做检查 我们说通常每只眼分开做的 掩着一边眼 看着这个格仔纸 中间这个黑色点 正常应该全部格仔都在 四四方方的 如果有黄斑病变的病人 他看这个格仔纸会是怎样呢? 他可以变形 重影 模糊 或者整个胸 严重的话就像旁边这一幅图 所以如果你查两边眼的时候 看这个格仔纸有不同或者有区别的话 最好找你的医生去检查一下 为什么呢? 这个我们说是很specific的 就是说是专门拿来测黄斑病变 就算你有很严重的白内障 或者青光眼也好 看这个格仔纸应该都是正常的 所以如果这个格仔纸有问题 我们说九成的机会都是黄斑有问题 所以要找医生去检查 看看是哪一种黄斑病去帮你处理 到这里了 到这里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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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